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妻俩在谈接孩子时 把对孩子所有的期望都写了下来 并把期望放进盒子埋到了屋后的院子 晚上伴随着屋外的大雨 一个满身泥泥 乖巧伶俐的男孩小帅出现在水哥家中 他的到来慢慢地改变着这个家庭 但奇怪的是他又与其他小孩不同 他的腿上长着绿油油的叶子 水哥觉得这是上天为他们送来的天使 便收养了他 为了让小帅像普通孩子一样 阿美为他穿上了长袜 并请来了自己的朋友 想要除去他腿上的叶子 没想到叶子没能剪掉 剪刀却坏了 在一场家庭聚会上 小帅遇到了让自己心动的女孩小白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白得知了他的秘密 其实小白的身上也有一块红色印记 他跟小帅一样拥有隐藏的秘密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惺惺相惜 他们用树枝构造了属于他们的小世界 用特有的方式告诉对方 瞧你的烦恼我都明白 所以当小帅经历了怦然心动时 他腿上的第一片叶子掉落 这是关于知己 不久家里的祖父生病了 小帅陪在他身边 蒋下和逗祖父开心 让他开心幸福的对生命告别 死亡也许是所有告别中最为惨酷的一种 但它又是我们必须学会的课题 必须接受的事实 在经历了离别和死亡后 小帅腿上的第二片叶子掉落 这是关于离别 阿美的老板是一个不苟言下的女人 她刻板又冷漠 于此典礼上 小帅就为她画相识 诚实地把她丑陋的山羊糊 也画在了纸上 小帅单纯善良 只说大量的忌讳 又可以掩盖的事实 这让我们也看到了 成人世界里缺失太久的诚实 看到虚假很简单 但直面虚假 有时候我们缺失的 仅仅是孩子一般的勇气 当小帅腿上了第三片叶子掉落时 小帅送给了她 这是关于真诚 学校里 小帅的运动天赋几乎为零 她的球技跟水哥如出一辙 所以她永远都是替补 没有上场的机会 而在一次足球比赛中 她作为替补上场 这让水哥非常期待 她渴望儿子能踢进这胜利的一球 但心疑虐的是 小帅在最为关键时 把球踢进了自家球门 为对手送了取胜的一分 热闹散去 冷清的球场上 只剩下了落幕的小帅 她张开双臂 吸收着灿烂的阳光 其实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 在失败面前一蹶不振 在失败中成长 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她把关于自信 快乐的这片叶子 给了她的足球教练 然而 幸福短暂而又残酷 水哥所在的铅笔工厂 正面临倒闭 小帅则建议他们 用树叶做铅笔 这给了夫妻俩极大的鼓励和灵感 在工厂的继续生产大会上 老板却剽窃了水哥的设计成果 关键时刻 小帅勇敢地站了出来 他告诉了所有人 关于自己腿上的秘密 而叶子的掉落 证明了小帅对他们的爱 这让夫妻俩感动又难过 看着小帅腿上已经凋零的叶子 他们得知 他即将离开 原来 当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时 它就会消失 这时 一场暴雨再次来袭 小帅消失在了他们的怀抱中 两人在雨中找到曾经埋葬的盒子 在盒子里 他们发现了小帅给他们的礼物 他把其中一片叶子留给了爷爷 希望他能缓和水哥和父亲的关系 而影片的结尾 在温柔的夕阳里 他们等待着受养小女孩的到来 我想 这次的他们 一定会成为最好的父母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直是父母教育孩子 其实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也是父母自我成长的过程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蒂莫西的奇异生活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